2022年恐高症必看的探险电影 坠落 他来了 全程心惊肉跳 题材更是新鲜刺激 话不多说 赶紧开盘 贝奇和金姐是一对极限运动姐妹话 一年前 贝奇和金姐还有男友 一起去徒手攀岩 没想到突然之间 男友的意外离世 给贝奇带来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一年来 他沉迷于酒精和药物 出于对男友的愧疚 让他无法走出阴霾面对生活 这天 闺蜜金姐再次找到贝奇 已经成为油管博主的金姐 邀请贝奇一起攀爬 全美最高的电视塔 还提议让贝奇在电视塔顶端 把男友的骨灰撒下 也算是圆满了他生前的愿望 贝奇本想拒绝 但这个提议却打动了他 于是这对姐妹花就此出发了 他们一路驱车踏上这片荒芜的草原 金姐拿着手机实施直播 两人穿过封锁区 离高塔越来越近 这里倒出都是私事尸体的秃鹫 经过一番跋涉 两人来到了电视塔下 这座电视塔高达2000英尺 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两人顺着扶梯向上攀爬 袖技斑斑的铁塔 承受不住两人的重量 绳索开始剧烈颤抖 松动的螺丝 俯视断裂的铁板 这些似乎都暗示着两人接下来的路程 不会那么顺利 突然一阵狂风来袭 在金姐的带领下 他们终于到达了第一个平台 接下来就只有两段外挂的扶梯了 贝奇忍不住朝下望去 这圣人的高度 让他忍不住大口呼吸 腿脚也渐渐发软 而上方的金姐则是勇往直前 很快就来到了信号器的旁边 还有一小段距离 他们就要抵达最高点 此刻成功的喜悦冲散了恐惧 两个女孩环顾四周 享受着上空的美景 大胆的金姐 甚至还作死地拍了几张纪念照 贝奇也将男友的骨灰撒向了空中 让风带走了男友的最后一丝痕迹 打卡结束 两个女孩准备返程 可就在贝奇下行道一半时 这两个女孩被困在了 2000英尺高的信号塔上 想要下去 只能寄希望于塔底路过的老头 贝奇脱下鞋子 使劲往地下砸去 老头没看见 再砸第二只 她用尽全身力气 终于引起了老头的注意 她捡起鞋子瞧了瞧 又环顾了四周 毫不在意地又丢掉了鞋子 塔顶的两人绝望地看着下方 几小时前 他们应挑战攀登 最高的信号塔来到此处 可谁能想到 刚准备返程 扶梯就因为老话损毁掉落 刚开始 两人还不以为然 可当他们发现手机没有信号时 便开始逐渐紧张起来 金姐觉得可能是 高度太高所以没有信号 她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求救信息 接着用绳索绑住手机 准备往下坠去 长度不够 徒手攀爬挤不来凑 但无奈的是 总是差了那么一截 金姐只能回到平台 尝试别的办法 将手机塞进鞋子里扔下高塔 即便有了鞋子做缓冲 手机还是摔成了渣渣 与此同时 一个老头经过此处 两个女孩大声呼叫 可电视塔实在太高 底下什么都听不到 好在两人在塔间的工具箱中 发现了一把信号枪 不远处的房车 还有人在进进出出 两人准备等到晚上再打出信号枪 这样就能吸引对方的注意力 好像有用 底下的人开动了房车 似乎打算一探究竟 两个女孩欣喜若狂 可遗憾的是 房车没开多久便停了下来 更令人绝望的是 他们还开走了女孩们开来的车 天色越来越暗 两人只能在电视塔上互相依偎 度过了绝望的一夜 被其清楚地认识到了 想要绝处逃生 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了 眼下第一步就是要拿回 掉落在信号器上的背包 里面有能攻击两人生存的物资 以及现在最重要的无人机 金姐将绳子固定在平台上 一点一点地往下攀爬 只剩下最后几米 她咬咬牙一狠心 直接将腰间的安全绳解开 接着用命一大 用尽全力后 她终于拿到了背包 只见她掏出包里的自拍杆 然后垫起脚尖 一把勾住了安全绳 接着又是一跃 抱住了背包 被其见壮力马往上拉 就在两人即将成功之时 金姐脚下一个 只听见东北一声 下面便没了动静 被其满眼失泪地朝下看去 金姐竟然抓住了背包 两人瞬间一鼓作气 金姐成功回到了平台上面 但因为抓住绳子 金姐的手也伤痕累累 可顾不得这么多了 被其连忙拿出纸盒笔 写下求救信息后 就打算操控无人机 可就在这时 无人机却开始低电量警告 被其看向电视塔 最顶部闪烁的灯泡 想到了一个 能成功得救的好办法 只见她背着无人机 没有任何保护地爬了上去 女人在2000英尺的高空 紧紧靠着手脚夹住钢管 只见她空出一只手 脱下衣服 然后缠到手上 扭下了灯罩和灯泡 你以为她就是传说中 粘入百万的高塔换灯泡师傅吗 然而并不是 被其从包里掏出了一个充电器 然后插在灯座上 手中的无人机 瞬间亮起了充电的指示灯 原来被其被困在了这里 此刻她必须要保持这个姿势 等到充满四格电 被其颤微微地坚持了半个小时 终于冲到了第二格 可之前因为坠落导致大腿受伤 体力已经渐渐耗尽 平台上手掌受伤的精解 这时也帮不上忙 只能鼓气加油 就在冲到第三格时 一直闻到血腥味的秃鹫 突然飞了过来 被其现在就如同待宰的羔羊 突就围着她不断展开袭击 被气被啄得生疼 但仍然不敢放手 硬生生熬过半小时后 点终于充满了 被气爬下来 顾不得已经透支的身体 直接就开始操控无人机 往人多的地方飞去 可就在即将飞入餐厅时 一辆卡车一闪过 无人机直接被撞成碎片 更绝望的是 司机下车后看见周围没有人 直接开溜了 就这样 唯一的逃生希望宣告破灭 不出意外的话 接下来俩人只能在这等死 突就只需要守在这里 可即便是这样 被气还是没放弃求生的希望 她让金姐把脚上的 另一只鞋子给她 她准备把手机放进去 扔下高塔做最后的尝试 金姐听后慢慢转过头 露出沾满血迹的侧脸 歉意地说道 我没有办法给你鞋子 因为我一直在下面 被气的脸色瞬间变了 原来之前金姐拿到上来 脚滑摔下去时 其实并没有抓住背包 而是直接摔在了信号器上 失血至死 被气拉起来的也只是背包 这时金姐看着她的眼睛说 我想一定是你一个人很害怕 所以幻想出了我来陪伴你 回想起来的被气悲痛欲绝 在最后一个暴风雨的夜晚 她独自支撑在摇摇欲坠的平台上 第二天 被气已经没了动静 等候已久的突救 迫不及待地飞了过来 开始撕咬被气的尸体 可下一秒 被气用尽全身力气抓住突救 不管她如何挣扎 被气都死不放手 最后成功扭断了她的脖子 被气像一个真正的捕食者一样 开始汲取来之不易的能量 现在的被气终于明白了 只有靠自己才能生存下去 很快被气有了体力 开始顺着安全绳往下攀爬 到了底部后 像之前金姐一样取下安全扣 跳到了信号器上 原本正在啃食金姐尸体的突救 和被气对视一眼后 直接被强大的气场吓走 接着被气拿出自己的手机 给父亲发送了一条信息 然后脱下金姐的鞋放了进去 被气对金姐说了声对不起后 便把鞋子塞进了 金姐腹部上那撕裂的伤口里 最后用力把她推了下去 这次手机有了金姐身体的缓冲 父亲终于收到了消息 连忙驱车来到了电视台 在警方的帮助下 被气也最终获救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坠落》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